下一題 就是要明顯的用到我給你教的那個口訣 震動一次產生一個全坡 歷史一個週期,前進一個坡長,上下四個政府 圖形是A,然後變成B,經過0.1秒 請問你,他的這個這個這個,誰是對的 好 30公分是1.5個坡 所以呢,除一除,算一算 發現呢,坡長就是20公分 所以選項B是錯的 然後呢 0.1秒兩個坡嘛 你看,上面是這樣,下面這樣,0.1秒就產生兩個坡嘛 對不對 多兩個坡出來 所以呢,一秒鐘就有20個坡嘛 這什麼意思啊 頻率嘛 頻率就20赫嘛 豬就是錯了 有頻率就有週期啊 有頻率就有週期啊 然後你就可以算啊 坡長是20嘛 頻率是20嘛 所以坡數是頻率乘以坡長嘛 所以算他就是400嘛 所以呢,A就是錯的 A就是錯的 然後呢,頻率跟互為倒數嘛 所以你剛才有頻率就可以直接求什麼 週期 不用做了嘛 但是我們換方法 我們為了讓你更了解 就換方法再講一遍嘛 一個週期產生一個全坡嘛 前進一個坡長嘛 對不對 產生一個全坡歷史一個週期,前進一個坡長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你0.1秒產生2個全坡嘛 你0.1秒產生2個全坡嘛 前進2個坡長嘛 前進2個坡長嘛 所以呢,0.1秒2個全坡 那1個坡幾秒 1秒有2個週期 所以呢,算出來就是 二十分之1秒 二十分之1秒 所以答案選C OK嗎 OK 那這個呢 誰是錯的 從P點到Q點 對不起,P點到R點 到R點 要0.025秒 這是幾個坡長 從P到R幾個坡長 然後呢,就知道 就知道,一個週期走一個坡長 對不對 你就知道這幾個週期 然後就 啪啦啪啦啪啦 然後其他看圖啊 政府看圖就知道啦 坡長應該看圖也知道啦 然後就啪啪啪就算出來啦 請問你 誰是錯的 誰是錯的 停車戰界問 誰是錯的 我忘了要找男生女生了 女生嗎 是嗎 剛剛最後一個是女生嗎 那個男生 帥哥男30 為什麼我記得最後一個是她啊 為什麼我記得最後一個是她啊 30起立 30起立 答案 對我微笑說不知道 AB的B 你做 我還沒有叫你做你就先做 那麼動作那麼好 那麼迅速確實 第一個看圖就知道正幅是兩公分 第二個看圖就知道波長是 20公分 看就知道了 會看嗎 會看嗎 OK 所以呢 A是對的 然後呢 P到有四分之一的波長 P到Q有四分之六的波長 所以你可以用 你可以用這樣子想說 喔 表示要六倍嘛 0.025秒就六倍 就0.15秒 你也可以當回呢 可以用什麼週期之類去做也可以 所以0.15秒 C是對的 一個週期會產生一個全波前進一個波長 所以P到Q有四分之一個波長 表示歷時 四分之一個週期 所以0.025秒是四分之一個之後又乘以四 所以是0.1秒 所以0.1秒 那週期是0.1秒 你如果知道週期0秒 你就回去算那個P到Q P到Q也可以算得出來 所以呢 互為倒數嘛 所以你的平率就10赫嘛 所以B也是對 然後公式呢 F乘以Lambda 然後乘一乘嘛 算出來呢 就是每秒200公分 誰週是錯的 所以答案選出 所以答案選出 OK 這為什麼後面還有嗎 後面應該沒有 答案選出 可以嗎 所以就這樣 有問題嗎 沒有 有科長練習